国际的指定要帮你给指名告别 台南电话控制 自力控制336 台南控制自力控制336 庸山加索 庸山没记得 讲究外国这个华盛顿 尽管充议做这个自由自家 自由自家今天发布 有年度报告说专丽球望楼自由自家 连续14天都下降 而且重点到所有新隔点 报告显示说中国大陆跟面天 没名字 这是10天第一次有其他的国家 跟中国动力没名字 我们台湾70到我们专丽球 72个国家我们摆第7的 这不简单 我们台湾望楼的自由自家 阿秋是冠军的 在全世界摆第7的 中国大陆跟面天白日没名字 这是主力法案这场课 另外加以区安区 有此处理成为新建的冠军 这样发行公安以外 有此处理成为调查令 整个市场 结果公司一个工人 公司一个工人 时间到了感谢你收听我们社会的新闻 庸山庸康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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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庸山保安园 庸山庸康园 庸山安心庸园 庸山没记得 庸山庸康园 庸山家所所联络提供 台南控制 二六控制 三三六 台南控制 二六控制 三三六 林宏教贵公才会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这是一类生改快乐的所在 一切真主宰 关心土地咱的爱 这是一类生改自由的所在 快乐爱台湾 谁有最爱 最快乐的电台 谁有最爱 最快乐的电台 想探索高雄更多好玩有趣的景点活动吗 就来漫步打扣 逍遥游 小林 要不要一起去高雄市立社教馆 参加草地野餐音乐会啊 什么时候啊 听起来好秋 我有兴趣 就在这周哦 10月19号星期六 下午3点到5点 当天有田基艺面乐团的表演 而且如果事先在网路报名 还能领免费饮品哦 太赞了吧 我知道田基艺面乐团 他们的表演很特别 有Bebas加上木吉他弹唱 在草地上边喝饮料边听音乐 感觉就超享受 真的 我也超期待的 当天下午2点半就可以报到零饮料 有咖啡 红茶 巧克力和奶茶 先到先选 记得要去网路报名哦 那我现在就要去报名 网路报名是从10月14号开始到10月18号中午12点为止 如果报名而满 活动当天还是可以参加 只是要自备餐饮哦 要是下雨的话会移至中庭饭礼 不管天气如何都可以去听音乐耶 真是太棒了 那我们可以搭捷运红线到小港站 再步行或骑U-bike到高雄市立社交馆 如果要搭公车可以搭乘港都客运69号小港干线 到小港高中站下车 步行就可以抵达哦 好 那我们就周六见 准备好野餐店一起去听音乐吧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老板 我们儿子要搬一台电动车来骑 可有不错的介绍一下啦 好 不错的有很多啦 不可以我先说吧 蛤 避兴电动里练车没地安全没了 不可以 不照合纸 表线 表纸 骑车 不可以 避兴电动里练车 不可以 载人也是避兴电车 不可以 哦 原来有这么多规定哦 我要先说让我们儿子知道 嘿嘿 这样可以 以上广告由高通报告公罗中提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线上online的节目 今天是2024年10月17号星期四农历的嘉宾 假成年九月初十五 那收听新闻线上online快乐来相伴 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我们国内外的十个新闻 日本众议员 日本众议员大选日经新闻民调预料自民党十五年来首次无法单独过半 美国国防国防承包商雷神与美政府达成认罪协议将支付于9点5亿美元的赔付 2024美国总统大选直求对决贺锦丽首次接受福斯新闻专访 争取共和党的选民 台阶关机杰克参议员费雪会晤前总统蔡英文 希望未来能加强杰克与台湾在文化研究或经济领域的合作 光电弊案台南地检署侦办光电弊案郭再清等两人交保三人积压 医疗科技卫星福卫五号姚策驻友邦瓜地马拉与贝里斯防治香江黄叶病台湾创世界先例 查获诈骗高雄警方逮捕21岁诈骗车手当场查获168万元的赃款 新住民关怀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市第二服务站召开 高雄市新住民关怀网络会议守护新住民的权益 查获移工非法行为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专情队查获一名印尼籍女移工 疑似兼职牙齿整形医美等非法的医疗行为 2024全民运绽放荣光2024全民运在屏东游行嘉年华 将于10月19号下午3点到6点屏东警方加强安危及交通疏导 这就是今天的十个国内外重大新闻 那我们众所增值 大家知道高雄是这个港都支撑的一个城市 那也拥有我们高雄呢 第一达大的这个港区的这个美誉 是获用的一个重要的集散地 所以港区也承代了很大的这个春土量 所以交通的状况呢是相当的繁忙 而且大家应该可以在人物区林园区的附近 看到很多这个大型车在行驶当中 所以最近我们高雄呢推动了转弯暂停安全载停的这样子一个措施 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来提升我们大家对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意识 所以特别在这个大型车辆转弯的时候呢 要减少盲点所带来的这个安全风险了 所以本次的交通安全呢 非常感谢我们交通部与公路局委托直播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我们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成功派出所的副所长许盛祥来到我们新闻线上online的节目 所以许副所长呢在交通安全的这个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来尤其我们的许所长 他已经在旁边已经等很久了 来许所长赶快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所以副所在这个方面是非常的有经验 然后今天就来跟我们探讨这个转弯暂停安全载型的这样一个话题 所以今天呢 而且我们今天副所来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环节 就是在节目的当中呢会有有讲回答 到时候我们的副所呢会提问 大家要洗耳恭听 所以我们的规则 前面我们小谭上礼拜都有讲了 前几天都有讲 888继续赶快打上去 而且我们今天呢 把我们的主题打在上面 at你三个的好友就有机会 抽奖的资格 所以赶快我们要来进行 这个重要的环节 就是我们大行车 为什么要来转弯暂停 安全载停的这样一个措施 但是这个目标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就要我们 请我们的副作来帮我们做解答了 有请副作来帮我们详细的做一个说明 OK谢谢主持人 那个这边跟各位听众说明一下 那其实为什么要推行这个转弯载停安全载行的政策呢 其实是考量大型车辆 因为视线死角其实都比较多一点 对那一般自小课 其实有时候大家都很常会被A住啊 或一些相关的状况 而去影响到那个你用路的一些 假如说可能注意的程度 还有那个视线的部分 那大型车的话 其实就要更加更注意 那其实我们会推动这个政策 其实一方面就是希望 去守护大家的安全 那这是第一点 那其实第二点的部分 也是因为 我们假如说遇到一些路口 它比较大 或者是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 其实行人他走在斑马线上 其实有时候人潮会很多 如果说驾驶朋友 一个稍微没有注意 其实就很容易跟行人去发生交通事故 那因为行人他又是没有任何防务措施的 所以其实撞下去 通常都是会受伤的啦 所以其实我们会希望就是说 用转弯再停的 那个转弯暂停的方式 那你至少你车子可以停下来 那你停下来的时候 其实停下来就很像 像之前大家应该也有听过 什么左边OK右边OK 这种口号 其实就是适用在大型车辆上 因为大型车辆你暂停下来之后 你车子没有在行驶 你至少可以去观察 你的左边啊或你的右边啊 那或者是说你的前方 还是说你的四周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状况 那等到确定都已经没有行人了 或者是说这个状况是 你允许你去做转那个转弯的时候 你再慢速的去通过这个路口 那其实这样可以有效的去降低 大型车辆去跟行人啊 或者是说来往的 不论是汽机车部分 去发生一些交通事故 其实这都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所以才会推行这一个方式 让大家去做参考这样子 可是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 就是转弯这样子 如果是像连结车 它的长度比较长 这样弯过去的时候 会有一些些问题所在吗 所以这个部分当初 你们会有没有在实际的仓座中 碰到过一些问题 有 其实连结车像这种连结车 这种大型车辆 我们都会建议它走到最右侧的车道 最右侧的车道 其实一方面是 其实你车子切过去 原理上 因为我们其实也有呼吁机车的部分 看到大型车辆 其实大家就要去做一个远离 因为其实还是会有所谓的内轮差的问题 所以原理上像这种连结车 这种已经特别大型的车辆了 原理上我们都会建议它 行驶到最旁边的那个车道 那它到那边车道 其实它要转弯的话 其实它会影响的 跟它同向的车辆会是最少的 那相对来说 你同向的部分就会比较安全 那如果你在落实我们的转弯暂停 安全载行的部分 其实你 因为你停下来了 其实你就可以去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你车体很长 其实你可以等到都没有行人了 确定整个板马线上 都已经是没有行人的状态下 你在做转弯 其实这样子就可以 也可以去 不论是对自己安全 还是说对行人安全 其实都是一种很大的注意 是 所以在倡导这个转弯暂停安全 再行的当中 就是像你们交管的主管机关呢 有做了哪一些的一些宣导的动作 呃它宣导的部分 其实它这个是响应那个去年5月 那行政院其实它有颁布一个行人优先交通安全的行动纲领 那这部分其实就是一个餐具这样子 那另外在今年的8月17号 那其实它有通过一个行人交通安全的那个政策纲领 那个之前去年的是行动纲领 那这次就是把它实体化 实体化 对 变政策纲领 这样子 那其实都有持续陆陆续续在宣导 就像我所讲的 左边OK右边OK 应该大家都有在新闻上 或一些其他的社群媒体上 其实都会有接触到 类似这样的口号 对 那其实交通局 那个公路局的部分 它其实也有在今年的8月份 那它其实有邀请那个相关的大型车辆的这些货运的业者 那还有包含各区的监理所 那它有再重新再规划一个 就是宣导这个转弯暂停安全暂停的方案这样子 那其实就是透过拍摄相关的一些宣导影片啊 或者是说那个一些假如说用文字叙述的文字稿 丢在上面一些让大家去做参考 那其实就是透过无非不是就是透过放在官网上 或YouTube 或者是说一些其他一些社群平台 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做搜寻 其实都可以找到 那也会举办 假如说针对这些驾驶 这些从业的这些驾驶人员 在第一步在考驾照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举办相关的讲习 那其实后面也会有一些 类似说在职复训的部分 让大家除了不是说考完第一次驾照之后 后面就都没有再学习的机会 其实每年就是固定一些年限 就会把他们召集回来 再做一些那个重新的在职训练 那其实让大家可以去更熟悉 这个操作方式 那其实也能够去有效的去降低 大行车的事故 对没错 那说到这个教育训练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再来请我们副作呢 来说明一下它里面有哪一些的课程 是真是也是关乎到很多人的生命安全的 所以呢 现在我们就要来讲一下 转弯暂停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所以它这样子大行车的转弯 常常会有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个视野盲区嘛 有哪些常见的视野盲区 会是来先请副作来讲一下 有哪一些常见的这个视野盲区 OK那其实大行车辆 其实它的视野盲区 其实就出现在它的左右车 因为即使它的后照镜 已经相对于其他的一般的小轿车 它来得多角度来得多 但是因为车体很长 然后所以它的死角相对也很大 那其实最常见就是左右两车 它车就左右两车 那因为驾驶座很高 所以它的前面 其实它的前方有一小块的部分 其实是真的是 它完全没有办法看到 看不到 对就是会有 之前有发生过类似这样的车祸 就是可能摩托车在前面做停灯红灯 然后结果那个大行车可能停在后面 结果大行车可能一看到绿灯 它就没有注意就直接往前行 它以为前面是空的 对没有错 所以就变成说这样子就变导致说 因为视野盲区的部分 然后导致会有僵射过的发生 那还有一个就是后方 那其实这个 因为它后面会一定会有 假如说会有拖行一些 假如说拖车啊 或一些那个货物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它倒车的部分 其实也会影响后方整个事前的部分 这样 对因为还有我记得就是像货用载的话 一定要包覆绑紧 不然有掉落物也会影响到一些交通的安全 对没错 对那除了这样子视野盲区 那我们对我刚刚就想说 为什么暂停检查是避免意外的一个关键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一定要来请附座跟我们听众朋友在座宣导一次 对那其实就是因为视野盲区的关系 其实你暂停你暂停之后 你驾驶人其实不见得一定要是说 我就只有单纯坐在驾驶座上 对用视线这样扫描而已 其实你暂停的话 其实你能可以稍微站起来 或者是说稍微往前倾一点 稍微往前这样左右看一下附近 其实这样其实可以有效降低说 就你单纯只是用视线这样去做扫描 其实你这样子有多了这个脚步 你就可以假设说 可能原本被A住影响到的一些视线视角 你就可以尽可能的去避免它 对那其实现在也会有辅导他们去 那个加装一个行车视野的辅助系统 那其实这也是部分就是透过科技的方法 去让这个驾驶人可以有更多的角度 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大行车四周的状况 那也可以避免说 我可能在转弯的时候 我有一些可能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或视线视角的部分 其实可以透过科技的方法 我去让它去做完整的一个检视这样子 所以科技的力量 其实也是保障人身安全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了 对不对 那除了这样子视野盲点的这个问题 我们在哪些常见的转弯事故当中风险比较大 那个 转弯风险 对就是事故的这个风险 转弯的时候会产生这个 而且大家很重要 这个 赶快要记得 记得我们这些就是所有的这些 我在问副作的当中呢 这些问题 等一下就是我们有讲真答的问题 记得 所以来副作赶快来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副作觉得这个很重要 所以他要酝酿一下 等一下再来跟我们说明 其实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这个常见的这个风险是非常重要的 来快点 副作帮我们来说明一下 这个常见的风险是什么 那其实除了这个视野盲区以外 其实大型车最常见 大家应该都 其实都有听过这个名字 其实就是所谓的内轮差 因为其实车辆它转弯的时候 它后面会有拖货物 其实因为两台车其实它是分开的 它只是透过中间一个连杆把它联系起来 所以其实转弯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所谓的内轮差 会变成是说 你转弯你可能认为说 它车子应该会走弧度 但是其实不然 它的后面的拖车 它会再往更右边一点 可是如果它是右转弯 它会再往更右边一点靠 所以其实很常有的时候就是 假如说可能不论是汽车或机车的驾驶 它可能它就会觉得说 那这台车它这样子走弧行应该不会撞到我 但是往往就是因为这样子错估这个情势 所以而导致因为内轮差的关系 而导致发生了一些令人遗憾的交通事故 所以其实这部分其实也是宣导一个 就是各位驾驶朋友 其实看到大车 原理上我们就是尽量不要出现在它的左右两侧 那如果看到它的转弯 其实原理上我们就是力量它 因为它车子这么大 其实它转弯的时候 你说不论是视野盲区 或者是说内温差的部分 其实它的车辆你撞到你 不论你是机车或汽车 对你来说你通常都是财损也会很严重 或者是说你对你的 甚至对你的人生生命身体安全部分 也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危害 所以我们都建议驾驶人 其实看到大车 我们就是尽量远离它 那不要跟它去做争道啊 或是什么这样的情势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直接还是拿出来给大家看照片 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先来讲这个案例好了 就是它因为内容差被吸进去了 对不对 是这个 就是在凤林路这边这一段 哇这真的很恐怖 这一张是还OK 可是这一张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机车整个全部都是已经 倒在地上已经 哇面目全非的感觉 而且这个还有血迹 对 所以那我可以请副作来跟我们聊一下 这个案件的这个部分 后来因为新闻现在 之前出的说是厘清的部分 那这个它其实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风险 就是这个事故风险 骑程人跟驾驶人都没有注意 而且导致的这样子一件 就是让伤亡的事件了 大家要提也是真的是要提醒我们线上跟收音机前的朋友 那其实这个车祸呢 它是在今年的一月的时候 那其实它是一个大货车 跟一个机车所发生的一个交通事故 那其实这个也是像我们刚刚所讲的 就是这台大货车其实它准备 它是要准备右转的 那机车其实是要执行的 那其实因为就是可能是大货车 它已经先到路口了 那机车其实是后来 后来才骑过去的 那变成是说 大客车因为你从后方来 然后再加上事件死角的部分 它没有办法去辨识说 我的右后方有车辆过来 所以变成说它没有它没有办法意识到 所以它就没有去做暂停 这样的动作 没有做暂停的做作 就会是这个样子 好那我们先到这个休息一下的时间 等等再回来 我们要讲这个转弯暂停的部分 好休息一下 等等回来 欢迎收听 焦安聊时事 我是简单 我是凌铃 凌铃啊 你在工作的时候 如果感到疲倦 你会怎么处理呢 我会稍微休息一下 再继续工作 这样啊凌铃 那我们赶紧来关心一下大型车的交通安全时事 你知道吗 国道3号最近发生一起 营业半连结车连环追撞的大型交通意外事故 驾驶营半连结车的江信驾驶人 因为疲劳驾驶精神不济 行经国道3号塞车路段 因为追撞前方的车阵 引发了八辆车连环追撞的交通意外车祸 并且导致国道上的其他车辆驾驶人 以及乘客遭受到波及 国道高速公路驾驶人的车数本来就会相对加快 驾驶人在国道高速公路上 驾驶车辆时更应该具备高度警觉 以免因为行车过快 而造成许多不幸的交通意外事故 也造成许多家庭因此而破碎 是啊没错 这样的危险驾驶因为一时的精神不济 而造成这样悲惨的交通事故 是谁都不愿意乐见的 江兴驾驶引发八辆车连环追撞的大型车祸 这起车祸还造成当时国道三号北上路段一度中断 也导致其中一辆休旅车内的三名乘客 一人当场死亡 两人重伤 江兴驾驶人这样的驾驶行为 再次提醒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 开上国道行驶车辆前 应注意精神状况 如有精神不济的状况发生 建议将车辆驶离国道 进入国道的休息在 小骑片刻 养足精神在上路 保障自己与他人的行车安全哦 路口停看厅 车辆慢看停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播网 哈喽欢迎回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快乐联播网FM97.5 新闻线上online的节目 我们今天呢讨论的话题就是 转弯再停 安全再行 所以我们邀请到的是高雄市警察局 高雄市警察局成功派出所副所长 我们的许慎 许慎祥副作 太紧张了 对所以许慎祥副作者要来跟我们再继续聊一下这个主题 那因为这个东西呢在特定的地区路段呢是不是尤为非常重要这样的就是转弯暂停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没错其实这个政策它转弯载停的部分其实应该是说最主要目的就是其实针对就是人流量较大的地方 像百合公司附近啊或者是说像车流量较大的地方像交流道尤其是你高速公路下来要接平面的时候 其实这种转弯都是要尤为特别注意啦 那另外也是像像我刚刚所说的那个百合公司也是一样 因为百合公司大家常见的一定就是哦可能周年庆啊或什么之类的他人潮量会特别多 对对那其实人潮量特别多如果你没有去落实这个的话假如说哦驾驶人凭着一个侥幸的心态 嗯我想要从人流中间去切过去 其实你在切过程中因为第一是你的车辆大 你没有办法像一般自小客这种这么直观的你可以很迅速的通过 没错对所以其实你在通过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有行人已经很靠近你了 那其实这样子其实你就很容易去发生 假如说可能你后面的拖车啊拖的这个拖车去撞到人家 其实很容易发生事故 所以大型车我想说他们一定是有一个时间路段的时间应该还是会有吧限定 目前是会有管制路段就是例如说我们像以我们高中市为例 他会有几条路段是全时段那个大型车辆都可以去做行驶 但是有些地方他是限制假如说上下班时间不可以不可以进来 那其他时间都可以对那也会有那种路段是全部都不行的对 但其实这路段通常都会是位于假如说学区啊 或者是说一些假如说可能摊贩市集比较多的地方 那原理上他们会为了安全其实我就直接禁止你大型车辆就是不能进来 那其实也可以去有效降低这个事故的发生这样 没错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要问一下副作就是转弯暂停具体实施的方式呢有哪一些 那其实他实施的方式其实这边他分成三点 那我们这边跟听众朋友做介绍这样 那第一点的部分其实就是车辆在接近路口的时候 其实你就应该要做减速了 减速 那到达路口的时候你车子就要暂停 就要停下来了 停下来 那暂停之后你要 例如说要左右观察 你有沒有所谓的那个 行人要经过啊或车辆要通过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观察也就是像如果之前所述的 你不应该假如说只有只有单纯 我坐在驾驶桌上 我用视线这样单纯做扫描 其实我们也会比较建议驾驶人 你可以稍微挪动一下你的身体 那对你往前稍微前傾一点 稍微观察一下左右 让这个A柱啊或一些其他车体 去影响你的视线的干扰因素去降到最低 那你就可以很清楚的去看到说 到底有没有人或车辆要经过 那其实你因为现在都会要求他们去装行车 视野辅助系统 这个好像一定要装 对没错 那他就变成说你除了这个我用肉眼的辨识之外 我再加上浮以这个科技系统的部分 再去做复试的确认 去确认说到底有没有来车 那其实都确认没有之后 那我们再缓速的慢慢通过这个路口 那这样其实就可以把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 这个可能性降到最低 那不论是对驾驶人也好 还是说对其他的用路人也好 这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原来真的这一些 我觉得这个重点大家真的是要 再次要谨记一下 接近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 对不对 在转弯的时候要转弯先停下来 左右叛顾 然后再看一下你的这个行车视野辅助器 是否有没有就是左右有没有人车 这个很重要呢 因为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发现 这真的是损害到一个家庭了 也包括自己就是职业生涯 但是我觉得在你实际的开开这么大行车上上路的时候 如果你心里面有知道这个SOP 那相信就会避免很多的事情发生 所以附座还是赶快来跟我们来说明一下这个正确的一个转弯暂停的方式 好那这边其实没有明定说你要多长时间内要完成 你只要在耗制还没有变换之前 你去完成这个动作 其实就是符合规范的 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说你不论你进到路口你是要是左右转 其实你应该要在路口前大概30公尺处 你就要把你的方向灯去做显示 让后方或旁边的车辆可以明确知道说 我已经准备要右转或我已经准备要左转了 那你在道路上 我相信就是要按照所谓的标线 那个还有耗制的部分去做行驶 那到达到达路口也是一样遵照我们刚刚的口诀 那一样第一个就是去先做减速暂停 那第二就是暂停之后 那我们去确认一下周边四周左右有没有来 有没有来车 那也是一样用行车辅助系统再看过一次这样子 那如果说有遇到有行人的话 那我们原理上就是一定要去礼让他 优先让行人通过 那等到行人通过都已经安全了 我没有其他车辆了 我们再把这个车辆再缓慢的通过这个路口 那其实就是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操作方式 真的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就是谨记 方向灯一定要打起来 在路口前30公尺就要打起来 记得30公尺前就要打起来 然后要依照这个这个号制的标示 交通号制的标示来来行驶 好那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像台风天下雨天还有晚上也有司机朋友就是赶夜车这样子行驶 这个是不是会有不同的一个要求 有那个其实夜间的部分 他那个还有那个恶劣天气的部分 其实他这个部分都是会影响到你的视线辨别度 因为白天相对来说 比较比较那个灯光其实比较充足 大家都比较可以看得清楚 那夜间的部分其实操作方式也是一样 只是说你夜间的话你车辆的灯光 像大车他会相较于其他一般的小型车辆 他的灯光会更多 那其实都会希望都会建议这个驾驶 一定务必要把这些灯光全部都打开 那因为你第一是你既可以透过这个灯光去看到周边的状况 那第二是你显示灯光也可以让人家明确的知道 这边有一台大型车辆 那大家其实其他用轮他就会有一个警觉性 直到说有一台大型车辆在他附近 离他远一点 对没错 那另外也是恶劣天气的部分 像下雨天啊 还是说有部分的地区可能是会起雾的 那其实也都会希望也是一样 透过灯光的方式去提升这个辨识度 让大家去知道说附近的一些相关状况 那其实这个要点就是说 变成说你在夜间或者在恶劣天气的时候 其实都要请驾驶人一定要比平常更提高警觉 因为你平常车辆世界盲点已经很多了 那因为晚上又再加上可能一些外在的一些天后因素啊 或者是灯光因素这样子 那其实也会希望就是说你要再更提高警觉 那其实暂停的时间也可以再更久一点 你让多久一点多一分确认 那其实也就可以多一分保障这样子 是那我是觉得说那我们刚刚都是讲到是驾驶人的部分 那对我们用路人来说这样的方式可以改变过马路 或者是十字路口的一个安全感应该会增加吗 对没错 那具体会有哪一些就是让我们用路人也要知道看到大行车我们要怎么做 那其实用路人的方式其实你就看到大行车辆 其实我们一样都是呼吁就是尽量远离啊 对啊你如果说看到大行车辆就是不论说他要转弯啊 还是说他要行驶怎么样 其实如果说是在路段上 那我们会建议如果可以 可以去做假如说可能他前方是通行无阻 你要嘛就是尽快的通过他 不要不要跟他并行 因为其实并行就是会有多有一分风险 对相对你并行其实驾驶人会有压迫感 对你驾驶人也会压迫感 对他会有压迫感 你其实应该大家在路上开车都会有明显的感觉 旁边有大车的时候其实你会有 可是我觉得骑机车的人就还是 因为他好像会有吸力会吸进去哦 对没错 那其实就是因为是说你这样骑有时候万一车辆多的时候 你难免一个不小心一个闪神 你可能就跟旁边他的拖 后面拖的货物的拖车去撞到了 那其实你如果说你能够要嘛就是竞速通过 竞速竞速通过他旁边 他要嘛就是远离他 没错 那我们就是在后面慢慢的慢慢的骑就好了 因为其实你去说你一直跟他旁边并行 如果万一啊 万一间假如说大型车辆他要切换变换车道的时候 你刚好在他的视线死角上 那其实这样子就会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因为他有时候他可能 那个变换车道的部分 他是一个稍纵急事一个动作 他很快 所以你如果说出现在的视野盲区 他可能后照镜看或行车辅助系统看 可能一时没有去察觉到 哦旁边有车辆 那其实这样子就会很容易去发生交通事故 那其实都是不划算的 因为人家是人家是原来都是铁包肉 你可能就是肉包铁 没错真的是这样哦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一个驾驶人培训 当然我知道不是这个警察局所要注意的范围 但是我只是想要请我们的这个副作 来分享一下我们职线驾驶人 这个要怎么加强意识 是不是要透过一些培训 哦对那没错 其实他那个交通局公路局的部分 他都有去律定规划一些相关的课程 哦那像我之前说的包含在职训练的部分 对那其实都是希望 因为大型车辆其实 他对那个交通安全 他本身对交通安全是 因为是职业驾驶 哦那其实他都是对交通安全是责物旁贷的 哦那包含各个假如说 哦运输业的一些货物业的一些业者 哦其实他们都会去针对这个他们所属的驾驶 职业驾驶人去做一些加强的安全驾驶的教育训练 哦那也是会希望他们就是秉持这个路口 路口慢看停 哦那行人优先行的观念这样子 对所以他其实也又回训嘛 类似有如果您知道 大概可以帮我们听众朋友罗列一下 有大概拿几个的那个课程讲习内容嘛 OK那这边的话因为依据这个 他公务局有个规定 哦那是依据这个汽车运输业的管理规则的相关规定 是哦那大型车的业者哦每半年呢 至少要办理一次的在职训练 哦在职教育训练 哦那另外还有一些违规 哦假如说你在路上大型车他有相关的违规 哦那会需要参加一些道路交通安全讲习 哦那当然他也有律定一些 假如说哦你不去参加的话 哦那其实他就会停止你的派任的驾驶 是对那其实这部分也都是其实利益的目的都是为了要去保障用路人的安全啊 嗯了解对那我们来讲说因为刚刚一直在讲说行车视野辅助系统 那除了这个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之外 他还需要安装什么样才可以上路 OK那这边的话 依据这个道路交通管理规划条例 哦他在第18条的第一之一的第一的那个规定中了 嗯他有规定哦那车辆的话一定要去 哦如果说他唯一规定加装这个行车记录器 嗯 行车记录器就是类似应该说他跟一般的轿车不一样 他是一个可能大家有听过可能大半这种东西 他就是一个去记录你的大行车他的速限 哦就他的行车速度哦什么时候开多少开多少 他会有个很像唱片盘的东西 有点像飞机那种盒子类似的 类似类似这种东西 哦那另外就是还有那个行车视野辅助系统 对那也有所谓的防卷路系统 哦防卷路系统 大家要席耳恭听哦因为这些问题等等 我们就就有会被问到记得记得 对那如果说你没有因为这样子去加装这些哦 上面这三个部分的人哦 嗯那汽车所有人他会被处哦 新台币一万两千元以上两万四千元以下的罚款嗯哦 那还有那个汽车如果依前项哦 那装设这些哦行车记录器啊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啊 还有防卷路装置哦如果说你没有去正常的维修 或者是说去每次要出车之前都去做检查 那变成说如果说在在行驶在道路上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无法正常运作了嗯哦 那你没有在行车前去做改善 对那你仍然还是继续行车的话对那原来我们会处汽车所有人哦 那新台币九千元以上哦一万八千元以下罚款哦是这个罚则蛮重的 所以大家要一定要谨记啊包括如果是说您您不是这个大行车的司机 但是如果你家里面有亲戚朋友是所以一定要来提醒他一下了啊 那因为我们刚刚有讲一个实际发生的事故 因为我觉得在这样的事情上面一定要有一些事故的内容 让大家有一些警醒所以我们这个副作呢 要跟我们再来讲一则这个黄姓男子的架势对不对 对没错是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黄姓男子的架势 这个哇这个这个这张是刚这张是刚刚对哦对这张是黄姓男子这张 整个卷路到下面去了有没有哦真的太恐怖 所以我我觉得我们骑机车的每一个用路人真的也是要小心远离这种大行车哦对不对 对没错嗯 这真的是太恐怖了所以当时候来你们这个征讯完之后这个是什么样一个情形 他其实是那个大货车骑他是有闯红灯的行驶的所以才会发生跟那个左转的那个机车骑士有去撞到这样子对那其实也是会变成说呼吁大型车辆的架势因为对平常其实你在道路上其实你长时间都是在道路上去做行驶其实应该是说你应该要多多一份责任哦去针对这个交往安全的部分因为其实你本身你自己的车辆是蛮蛮大台的 其实都已经视线死角已经很多了那其实你还在违规的话这个真的还蛮恐怖的就整个就卷在下面了就整个卷到下面去了对就是很危险这个是真的非常危险那也是其实也是呼吁其他用路人啊其实真的看到大车就真的是远离他了真的有时候你不知道这个驾驶人他到底是好是坏万一他今天突然他去做违规 那你又离他很近其实到最后虽然没有错是对方的责任没有错但是其实如果万一你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或者是说导致自己身体上因为这样子而有一些部分的缺陷或残缺的部分其实都是不划算的啦对其实这都是不划算的不会影响到你未来的人生跟生活的部分日常的生活就会受到很大一部分的影响所以大家还是要远离所以我们今天宣导的这个内容不单单是对不单单是跟 大行车的这个驾驶人来做宣导我觉得我们每一个用路人跟骑乘人还有开车的司机就是还是要注意大行车司机来的时候大行车来的时候赶紧要做一些远离了那我们想说这个是否有跟政府什么交通机关合作呢进行一些宣导的这个措施因为刚好讲到这个部分我想说那是不是要讲一下这个宣导的 内容你们应该会有一些合作的宣导对不对包括您今天也来帮我们做这个大行车这个停让转弯停让的一个宣导其实我们都有配应该是说我们都有配合一些相关的局处单位那其实都会利用一些假如说像公开活动的时候假如说可能元旦升旗的部分还是说一些大家一些团体性的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就是说用突破 做的方式走进去去举一些宣导牌去宣导民众或者是说直接设立一个宣导站那假如说结合公路局或者是说交通局的人员或监警站的人员我们直接去针对这个部分去做宣导那另外一部分这是针对民众的部分那针对驾驶人的部分其实就是公路局他们也是一样会举办一些那个安全讲习的部分去请这个职业驾驶人那要有一些可能他在用路上需要去注意的一些事项 那其实这边稍微讲一下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讲习的部分他有规划一些课程那让职业驾驶人可以去做一个遵循这样子那第一的话他会是新修订的交通法规那因为交通法规随时都在做变更那其实就是会变成说可以去实时的去更新这个交通法规好没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到这个广告的时间所以先让我们的副作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等等回来要干嘛呢 要来说明我们的有讲证的问题哦记得记得赶快要打开你的耳朵好等等回来 啊你是在冲啥啊 啊我家里有很多褂蟑螂啊我就噴这个塞糖椰啦 你…你在噴什么塞糖椰啊没有啦 这样炒糕糕啦 你看这是我朋友给我说喔 环境保有人情的啦 人无糖都可以释用的塞糖椰啦 这是万能的呢 诶 这这做一枝 看起来是久年了耶 啊 啊 啊 过期啊 老爸啊 而且喔 诶 这主要是在太高的不是在太甲蟑螂啦 什麽啊 这不是甲蟑螂啊 難怪喔 我噴幾百天都没效啦 啊 而且喔 又是过期啊 实在有点喔 爸 塞糖椰品之前喔 你要看外包中的飘溶啦 按照飘溶溶溶就没不对啦 而且要注意産品溶溶的优势力 也要有溶溶方式才可以喔 哇 啊 甲蟑螂变了啦 你看啊 你看啊 哎呦 我粉色烫也有 爸 这的食物不要吃的时候 要变好清洗啦 啊 还有我粉色烫也要有盖才可以 好啦 好啦 啊 quotation kn zwei 把骨頭拿來趁熱 稍 distress啦 要等你一把 consultation 免疫时点买一些糖椰品來给榜库啦 哇 糖椰哪有这么多等 不知道答 Thanksgiving有不好啊 爸 其实 Pot trillion � seul有 categories 小心 那什么也要 别ijo 第一 要對情 看鳳梨對上是鳳梨高峽 家座 或是豪神 真的不跟海棠的選項 要選有效果的環境衛生養 第二 要合法 要有環境保許可情緒合 像是 環保 環樹為收支 環保 環樹為桌支 環為幽風堂支 頂頂 第三 要洗澡 靠近三片多包中的桌子一支 加幽浩一支 跳邊買到過季不好的藥 過季的產品可能會適合 或是會變成囉 但是要洗澡 要依照漂濕使用啊 每一個產品的使用方法 還有安全注意的使用都不一樣 要上色看漂濕的內容 哇 原來有這麼一個企業 你小人 等於這麼多啦 這樣喔 我們就可以安心顧目 使用濕湯這產品囉 快樂台灣 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那我想說我還是會把 啊 哈囉 歡迎回來我們節目現場 您現在所收聽的是 快樂聯播網 FM97.5 新聞線上Online的節目 那我們今天呢 再做一個新聞 交通宣導的部分 就是轉彎載停 安全載行 所以我們有請到的是我們高雄市警察局 成功派出所的副所長 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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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長 許副所長 許副所長來到我們的許勝祥 一下子有這個許勝祥副所長來到我們的這個節目當中 來分享我們這個今天非常重要大型車的這個轉彎載停安全載行的部分 大家心意 喜耳恭聽 因為等一下我們就有有獎 增達的這個活動哈 那等一下我們就我們副作就會來揭秘今天三個問題 大家要寫喜耳恭聽 那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到這個大型車的這個安全 我想請教一下副作 我們還需要在後續在這個交通安全方面 需要做哪一些的這個改進的地方 那其實我們除了這個加強這個業者 然後還有包含他所屬的那個駕駛人 叫做安全宣導的之外 那也是希望可以透過去輔導去裝設一些其他的行車輔助系統 那可以去提醒駕駛人相關的狀況 那原則上也可以去幫助駕駛人去及時判斷 現場當時的駕車狀況 那可以做出適當的應變處置 那你可以去減少這個交通事故的發生這樣子 所以針對這個大型車的行車安全 需要注意哪一些的事項 那其實這邊可以匯整到大概是四點的部分 你大型的行車之前 第一其實最重要就是要做車輛檢查 包含你車子的胎壓 或者是說方向燈 這些是不是可以去做正常的運作 那也定時的去做保養 可以去保持一個良好的車況 那第二部分就是你要去熟知這個相關的交通規則 那也要去遵照這個耗制 或一些標線標誌的指示去做行駛 那第三的話其實就是行進入口 你要去做減速慢行 那也是落實我們的轉彎暫停安全載行的這個方式 去做操作其實可以有效去降低一些行車上的風險 那第四的話其實就是眼觀四面 那開車的話避免分心 那保持良好的跟車距離 那也是去隨時注意其他車輛的行駛的狀況 那其實這樣就可以去有效的去提升你的行車的安全 對 非常的重要 這個四點也非常重要 那我們謝謝這邊很多的網友在這邊留言 然後呢 我記得是每一次我都會看到他的出現 還有Lulu 還有 等一下我跑掉了 不好意思 我的這個跑掉 沒關係 我們再等一下看一下 因為我的螢幕跑掉 然後呢 我們現在就是想要請 我們副作呢 還要帶來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資訊 就是投資詐騙 因為最近年底快到了 所以很多的一些財經的詐騙就開始 還有一些假交友的真詐財的這些 我印象中記得好像臉書上面最多 那種照片給你拍的美美的帥哥啦 或者是說他是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一個什麼海員還是什麼的 然後真的是有人去銀行匯錢這樣的事情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個副作也帶來這樣的訊息呢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OK 那這邊跟聽眾朋友這邊分享的是 其實目前最常見的詐騙方式就是 我們有把它列出來兩個 我認為兩個 那第一個就是投資詐騙 那第二個就是假交友真詐財的交友詐騙 那第一個比較常見的投資詐騙 例如說可能大家會在網路上 可能不論是臉書啊 或者是網頁上其實都會跳出一些廣告 假如說我是 他都會跟你說我是知名的某某某 那確實也是真的有這個人 那其實像之前有出現過某個什麼某某藝人被人家 被人家盜用 盜用他的名義去 說我有創一個投資社團 那請大家請大家去加入 那其實就是他都會保證說 保證獲利文賺不賠 那其實這種東西要看到這八個字 其實很明顯他就是投資詐騙 而且是那種股票會爆那個股票的 沒有錯 你可能加進去你會發現 裡面可能不只有你一個 然後可能會有好幾百人這樣子 但是其實他就是詐團的一個手法 原來是這樣 你整個群組裡面可能只有你一個是真人 其他都可能都是詐團的成員 對他就是要故意取信你 他可能假如說他先爆一個名牌出來 那你一開始你可能不會 你可能不會去聽信他 然後但是其他可能就會 其他旁邊的其他成員就會去附和說 謝謝老師謝謝老師 這種其實你久了之後你就會被洗腦 洗腦以為好像真的 好像真的蠻好賺的之類的 那等到你開始投入資金 你一直投入一直投入 他會跟你說他還會引導你去下載其他的APP 去看這個股票啊 還是說一些什麼其他的投資 那其實帳面上都是好看的 你的未實現損益都是很好看的 等到你哪一天你要去做出金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說 你要再繳多少手續費啊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你到其實那時候你就會開始 你就覺得很奇怪 那其實你到後面 如果你再如期的把手續費交給他 你錢一樣拿不到 他到時候他就把你封鎖 甚至把你踢出群組 那變成說你就拿不到那個錢 你也拿不到那個錢 對因為我印象中記得 其實這個類似的這種炸財的手法 其實還蠻多的 存在在各個這個群組裡面 就是他會跟你說 是那個股票 對 而且是說賺錢的 對不對 這太恐怖了 我覺得就是 就是一經貪念起 所以很多事情就會變味了 對 所以大家還是要擦亮自己的雙眼 嗯 還有就是 會有這個交友的部分 對沒有錯 顧慮 因為很多年輕朋友 想說啊網路上就是 就是想說交朋友嘛 也沒什麼 可是最後就會 你會把你所有的錢都給他 對啊 上次我有看到一個新聞 這個阿姨就是 就是賭信不疑 就是說我一定要拿錢去救他 這件事情 銀行的這個專員也是很傻眼 對 是真的 是真的蠻多的 因為有很多像 可能那時候 烏俄戰爭那時候 可能也會有 假交友 他們就 我在交友人體上面 他會說 我是烏克蘭的什麼什麼士兵 然後怎麼樣 對 然後可能 需要一筆錢 我才能夠從烏克蘭離開 然後來台灣見你這樣子 對就是 這種其實這種 案件都是層出不窮 它都是固定的方式 那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 大家其實真的要 擦亮自己的眼睛啊 有時候 你要去辨識他 講的話合不合理 或是說 他提出的要求 就是 是不是一個正常 假如說我們交朋友啊 還是說男女交往的一個 正常的奮起之下 這樣子 嗯 沒錯 好 好 那 這個 最後我們這個 附助還有要補充 您今天講的這個內容 再提醒一下 我們的聽眾朋友 跟我們臉書上的粉專的網友們 對 好那這邊其實就最後 再幫大家做一下總整理啦 嗯 那其實大型車的部分 第一就是 一定要務必 你在轉彎的時候 務必一定要落實 這個轉彎載停 安全載行 那看到有行人要通過路口 你一定要去理讓行人去 去通過這個路口之後 你在通過 你在減速的 慢慢的通過這個路口 那第二的話 其實就是 大型車現在目前法規都有規定 你一定要去加裝一些 相關的系統 去周全你的行駛的狀況 那去降低這個交通事故的發生 那公路局那邊其實也有規劃一些 相關的課程 那業者方面也有去呼籲他們 去制定一些 假如說規範啊 或者是說在職訓練的部分 去讓這些職業駕駛有一個 隨時去更新 這個新的法規 或者是新的那個駕駛方式 學習的機會 對 那第三點 其實就是其他用路人的地方 你看到其實大型車輛 你看到他 其實我們都會建議你 其實你就是直接遠離 因為大型車輛他的事件實交很多 有時候他不見得是他不讓你 而是他沒有看到你 所以會都會建議用路人 尤其是機車騎士 因為汽車的話要去鑽 旁邊的車縫其實是不大可能 那機車騎士的部分其實都會建議他 你看到大車 你如果說是在路段上 那你可以很明顯的去判別說 他可能不會轉彎或什麼的 那其實你就趕快進速通過 進速通過遠離他 那如果說你沒有辦法去判斷這台車 他會不會接下來會有什麼動作 那其實就是在騎在後面 保持一段距離 那等到他離開之後 你可能再加速再往前走 這樣其實都會對自己本身駕駛人的 生命身體的安全的部分 去做一個更好的保障 那原則上就是以上這些 對 那所以我們最後 有等到我們這個直播的這個 最後的朋友 還有收音機前的朋友 你們都可以來上到我們的臉書粉專 來回答我們副作等等要出的這三道題目 趕快我們耳朵打開來 副作來幫我們今天來出這個有獎真答 在我們的今天的訪問當中 所有的答案都在我們的訪問當中 謝謝我們的許勝翔副所長 來幫我們出題目了 好 那那個今天有獎真答的第一題 那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那第二 對 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應該這個很簡單 這個大家應該都看得到 好 那第二題的部分是 大型車需要安裝什麼輔助系統 或者是裝置 這個我們副作也有在節目開始就有講到了 對 好 那第三題的部分 那大型車輛轉彎時會產生什麼的現象 那對於轉彎車的人車 去造成相當大的危害 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剛剛這個副作 當時我問他的時候還卡了一下 是因為他要想要把他這個東西描述的更詳盡 所以大家等一下去再回溯一下我們的臉書內容 您就可以找到答案 那我們收音機前的聽眾朋友也可以上網到我們的粉專上去遭答案 留言 留下您所認為最正確的這個答案 然後明天我們會有一次的抽獎 所以剛剛我報到這個還有一個最後一個不好意思 這個連友們這個剛剛螢幕的這個跑掉了 所以我沒有報到您的名字 所以非常抱歉啊 當然是我非常感謝這個副作今天能夠跟我們來分享這麼精彩的內容 而且讓我們不同角度來聆聽這個大行車轉彎暫停安全載行的這樣一個重要性 非常重要 當然不僅僅是這個是駕駛的一個動作 那對於我們每一個人的這個生命尊重 是一個安全的一個承諾 因為所以我剛剛也有講 你在騎車走路的當中大行車來 我們都要做好就是遠離的動作 所以不僅僅是這個駕駛人的部分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這個副作今天來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成功派出所副所長 許勝翔 許副所長來到我們的節目中 對剛剛一直就是非常緊張 一直把這個許副所長的名字一直卡在那個地方 許勝翔副所長 許勝翔副所長的擺盲之中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謝謝副作帶來這麼精彩的內容 謝謝 所以明天我們同一時間再會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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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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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worsh旺 hyper